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了 今天的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马斯克背后的女人曝光 我才知道天才是如何养成的 下面呢我们就一同的来分享 Go NASA Go SpaceX 随着一声怒吼 埃隆·马斯克一跃成为全球偶像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他带领SpaceX成功将两名宇航员送入太空轨道 这是人类历史上宇航员首次乘坐商业公司的火箭 飞向外太空 马斯克亲手开启了商业载人航天的新时代 疯子 骗子 傻子 无数人都曾对马斯克投去质疑和不懈 如今人们才意识到他是个真正的天才 全世界最大的网络支付平台PayPal创始人 全世界最好的电动汽车特斯拉创始人 电影《钢铁侠的原型》 一人敌一国 还有什么是马斯克不敢做的呢 天才 全民偶像 神人 在马斯克的名字疯狂刷屏之时 妈妈梅耶轻描淡写地更新了社交动态 言语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老娘早就知道我儿子牛叉 钢铁侠的背后站着72岁的钢铁妈 马斯克自己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道 我的母亲才是我的英雄 我的成功多半远于我母亲的培养和她特立独行的品性 更令人惊叹的是 除了身家过异的马斯克 梅耶另外两个孩子也很优秀 都是业内佼佼者 二儿子金博尔 一家大型绿色环保餐厅The Kitchen的创始人 小女儿托斯卡 好莱坞著名导演 电影制片人 妥妥的人生赢家 马斯克背后的这个女人到底有何魔力呢 去年马斯克的妈妈梅耶满足了公众的好奇心 她出版了自己的自传书籍 制定计划的女性 关于冒险 健康和成功的一生建议 在这本书里边 她详述了自己彪悍且传奇的人生 还分享了一路走来的宝贵育儿经验 梅耶曾开玩笑 在马斯克出名之前 我就已经出名了 事实确实是这样 梅耶出生于加拿大 两岁的时候随全家移居到南非 父亲是颈椎按摩师 母亲是舞蹈演员 但他们都极度热衷于冒险 尤其爱好飞机 七岁那年 父母驾驶一架单引擎飞机 仅凭借一张地图和一枚指南针 载着全家人从非洲飞到了澳大利亚 野外素营是常态 梅耶童年时候 便开启了真正的荒野求生模式 野外寻找水源和食物 要警惕老虎狮子的偷袭 还要躲避鸵鸟和猎狗的追赶 线下时光 就在空旷的沙漠上读书细细 梅耶曾说 父母教会了我冒险 坚强 乐观 创新 成为父母后 她又将这些精神财富 全部传承给了自己的孩子 15岁 梅耶由于出色的外貌和高挑的身材 被母亲一个开模特中介公司的朋友发掘 从此踏入模特眼 为了这份事业 梅耶在本可以肆意妄为的青春期 发挥了超强的自律性 从不吃垃圾食品 严格控制作息和饮食 以保持自己的身材和气质 20岁 梅耶当之无愧被选为南非小姐 成了全面追捧的少年偶像 追求者甚多 梅耶没有选择一劳永逸的豪门 在22岁那年 嫁给了相识已久的高中同学 电脑工程师埃罗尔马斯克 婚后三年 梅耶先后生下三个孩子 生育和照顾三个孩子 梅耶没有完全带入全职太太的角色 而是应济出时间努力进修 在25岁之年 拿到了营养师硕士学位 并且迅速回到职场 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 然而 丈夫埃罗尔马斯克 想让梅耶干预平凡嘱咐 言语打压梅耶 甚至发展到肢体冲突 婚姻的牢笼 无法禁锢自由的鸟 在31岁这一年 梅耶选择了离婚 虽然代价惨重 净身出户 单亲妈妈 带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 梅耶还能培养出三个优秀的孩子 秘诀在哪里呢 梅耶从不强迫孩子们做事 给他们充分的自由 比如大儿子马斯克 小时候沉默内向 喜欢一个人宅家 看书玩游戏 梅耶并没有逼迫她 刻意外向 反而用自己的精力安慰她 妈妈小时候也很内向 这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 二儿子金伯尔 小时候比较活跃 热爱运动 梅耶就带她去尝试各种运动 小女儿托斯卡爱美 梅耶就带她去秀场看秀 接触更多美的东西 比如马斯克在高中毕业后 提出想要去加拿大读书 因为离美国近 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科技梦 当时梅耶已经41岁了 这不是简单的梦母三千 而是真真切切地 抛弃自己在南非 稳固的事业以及朋友 远走异国他乡 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但为了孩子的梦想 梅耶果断站在了马斯克这边 在最艰难的时候 梅耶和三个孩子挤在连租房里 连最基础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 梅耶逼着自己开启超人模式 连打五份工 调查员 模特公司临时工 营养师 赚到的第一笔钱 梅耶买了一条昂贵的地毯 赚到的第二笔钱 梅耶给马斯克买了一台电脑 因为这样 马斯克就能坐在温暖的地毯上 专心研究电脑知识 环境困苦 但是自由 有爱 一代天才马斯克 就在这里孕育了自己 天马行空的梦想 后来 马斯克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 可报到的第二天就退学了 因为他萌发出了创业的想法 毫不意外 梅耶又一次选择了支持儿子 在儿子创业受挫时 梅耶拿出了自己全部的集许 帮儿子支付了办公室的租金 就连现在 当骗子傻子的质疑声 铺天盖地的杂想 马斯克 梅耶依旧选择做儿子 最坚强的后盾 有人恶意重上挨龙时 孩子们和公关 不得不扣住我 因为我随时准备出去干一家 对于三个孩子的成就 梅耶很是骄傲 她探演自己的教育理念很简单 每个孩子都有了成功的事业 而且全都是 源于他们儿时的热爱 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各自的兴趣 要做的就是鼓励 帮助和支持他们 如此不遗余力的鼓励和支持 很容易画像溺爱的深渊 但梅耶始终明白 以一个母亲的牺牲式姿态 来支持孩子 远不如以一个占有的 并肩式姿态 来协助孩子 在加拿大那段艰难的时光里 除了打五份工拼命赚钱 梅耶还要进修营养学课程 把南非的学历 转成加拿大认可的证书 孩子们呢 坐享其成吗 并不是 马斯克在微软 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赚钱 小女儿托斯卡每天放学后 都会去杂货店打工赚钱 梅耶淡定地表示 他们应该为自己负责 家人及战友 我们并肩战斗 朝着各自的目标前行 马斯克在一次访谈中说道 我知道在我们三个孩子 都上大学的那段时间 他过得很辛苦 可是他从来不抱怨 每次见他都满脸笑容 这样的态度是他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最艰难的时候 孩子们提出退学的请求 梅耶果断拒绝 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 要知道是你们让妈妈看到了自己的权利 总有一天你们也会像妈妈一样撑家立业 到时候你们会明白 每个母亲都是超人 没有牺牲者的心态 只有为自己梦想努力的激情和动力 虽然困难重重 但一定是斗志昂扬的 马斯克还说 在我们家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想好 一旦开始着手去做了 就不应该中途放弃 我们的妈妈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这么做 并肩同行 全速前进 谁也不能落后 拖起孩子丰满羽翼的 永远是自我驱动的责任和梦想 梅耶五十岁生日的时候 两个儿子给他买了木制的玩具汽车和房子 但他们承诺将来会给妈妈买真的 没过几年 兄弟俩就拥有了兑现承诺的实力 可是梅耶却任性地离开了 他搬去了曼哈顿 孩子们都已成才 梅耶毫无顾虑 开始全面放飞自我 在五十多岁的高龄 他再次考取美国的注册营养师 南非 加拿大 美国 梅耶是唯一一个 在全球三个国家 都通过了注册考试的营养师 并于2006年获得美国营养协会颁发的 年度杰出营养企业家大奖 当然 最心爱的模特事业 梅耶也没有放弃 63岁 她全裸出镜 给纽约周刊的封面 拍了一张运渡照 呼吁人们 关注高龄孕妇问题 照片 是PS合成的 68岁那年 她再次以全裸照片的形式 登上美国健康杂志封面 70岁 梅耶重返心爱的梯台 并打造出 自己独特的街拍风 71岁的时候 梅耶出版了自传 今年她72岁 就在前不久 儿子马斯克忙着发射火箭 梅耶则拍了一组太空服主题的时尚大片 和儿子遥相呼应 我们都有一个太空梦 这个不消停的女人 甚至放出豪言 永远不会退休 要当一辈子的模特 她说过一句话 The best time is now 最好的时机 就是现在 70多岁的高龄 却活出了人生巅峰的状态 纽约邮报给梅耶的评价是 自己活成了一道光 现在再来看 马斯克的怪诞行径 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疯魔不成活 孩子就是母亲最好的镜子 做奶奶的年纪 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梅耶说道 让孩子在父母努力工作的环境下长大 直到更努力的工作 就会得到更好的成绩 获得更大的幸运 知名主持人董青 也曾在节目上分享过这样一句话 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很简单 你就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流的父母不是指挥孩子做什么 而是自己先去做 潜移墨花中引导孩子去模仿 先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才能吸引孩子沿着这束光 去追求更广阔的星辰与大海 养育孩子 先培养自己 希望所有妈妈们都能明白 你人生最好的作品 是自己 而非子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